這48名已經完全都比對身分不誤 2021年太魯閣出軌意外 釀成重大傷亡慘劇 時任花蓮地檢署檢察長 余秀端親臨現場作證 儘管神情疲憊 聲音沙啞 連腳都被發現腫起來 他也堅持貼上藥布繼續調查 我們很清楚明白說 他現在進度在哪裡 余秀端總是親力親為 細心辦案的他 在過去的重大經濟案件中 除了成功深壓 東三集團總裁王立玲 檢作我們是要來查交叉指骨的部分嗎 偵辦亞太顧網副董事長王令台 還有駒馬爺趙建明的台開案 中興銀行的試劑掏空案 都能漂亮打出一仗 被同事稱為是霹靂女檢作 因為這個案件 目前還在偵查中 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一個具體的回答 但其實余秀端一路走來並不輕鬆 從小出生於礦工家庭 小學三年級罹患紅斑性廊艙 成功考上檢察官 辦案能力被外界形容宛如挖礦 總能找出關鍵試證 不過余秀端在任職彰化地檢署期間 曾因為地板打蠟事件 造成三名同仁慘衰 被提告鬧上法庭 最後以不起訴處分 這回偵辦鄭文燦涉灘案中 陶檢檢檢察長余秀端 清點黑金組檢察官陳嘉義 陶檢力拼收押鄭文燦 願檢角力也成為關注焦點 再來就加明陳渡太暴動